好 现在山坨尔台风的进度如何呢 虽然它现在还是青台 但明天就会增长为中度台风了 星期二 星期三风雨会最为剧烈 哪些地方首当其冲呢 最新气象动态 交也化先 提醒大家这个周末 真的要好好的赶快做好防台工作 因为目前看起来这个山坨尔台风 对于全台湾带来的风雨 都会是蛮剧烈的 尤其目前它距离台湾 大约还有600多公里的海面上 明天开始会慢慢开始 加速逐渐来往北转 可是光看到这条路径 你就可以发现 它目前看起来虽然中心没有登陆 可是离台湾非常非常的近 所以现在气象署也说了 预估最快明天上半天 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陆景目前看起来 最快在明天的深夜 或者是周一的清晨这段时间 也会跟着发布 但是要提醒大家注意 如果说它的路径 稍微再往西偏一点的话 加上未来在下周有东北季风 是不是会出现共伴效益 在整个北部还有东北部地区 带来比较剧烈的降雨 都一定要特别来小心 那么至于现在世界各国 对于它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现在世界各国看起来 路径是比较偏趋于一致 都是沿着台湾东方海面这样子 紧贴我们的海面逐渐来北上 所以这条路径 大家一定要小心 你不要想说它的中心看起来 好像没有登陆到台湾 可是它的七级风暴风半径 未来看起来 有可能会涨胖到250公里 所以全台湾都有可能 是笼罩在它的整个七级风 暴风半径范围里面 一定要小心 所以这个雨会怎么下呢 有没有可能未来 会进一步放台风架 可能很多人都想问 什么样的雨才会造成 致灾性的降雨呢 当然这些惨况 我们不希望发生 所以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 明天的雨呢 北部地区宜兰就会有开始大雨 真正的外围还流 会从星期一开始 可是最剧烈 有可能出现致灾性降雨的 就会在星期二跟星期三 尤其这个雨量预估 目前又再次上升 现在包含了整个中部地区 还有包含了东半部 已经出现了止暴的现象 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 所以未来几天要出门的话 几个天气重点提供给大家来参考 下周二跟下周三 就是山陀而距离台湾最近的时候 预估在星期一的清晨 就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时间交给叶涵 来两个162 传统市场一早人潮塞满满 新鲜蔬菜一买就是好几大袋 把握台风前周末 不少民众要来抢屯菜 像这样一斤90元的高山高丽菜 一颗就要将近400 葱一把则是180 有些民众问到已经觉得好贵好贵 不过就担心台风来会在场 只好忍痛买下去 受到上周全台多处大雨影响产量 28号蔬菜平均批发价 又从40元以下飙破50元 尤其叶菜类涨得最凶 震惊的是那个芹菜 芹菜多少 芹菜小小一把一进就要90块 张500块都不够买 赶快买一些 要不然下礼拜下不了手 比较贵的还是葱 又不能断粮 所以就一定要先准备好 不止青菜水果也贵 包含青江菜美金60到70元 平地高丽菜单颗逼近300 高山标道快400 芭拉火龙果单颗都破百 台风后恐怕还要再涨 客人本来就听到台风 就是大概一波方的墙 所以会涨 对 这一颗称起来就120 没货 烂了 吃水了 除了市场不少民众也到卖场采购 房台物资向我面前 这一程车就是每道台风的销售前五名 说到大卖场 房台物资排行榜 新鲜蔬菜鸡蛋并列第一 啤酒第二 第三名则是泡面罐头 再来是新鲜肉类和冷冻水饺 看一眼推车就知道谁正在备站房台 因为台风的关系 所以特别买比较多这样 我怕台风过后菜会长 然后又是怕那个台风在家里没东西吃 所以先来产购 卖场越晚人潮越多 业者也准备多四成备货 补货的手从没停过 即便多数地区风雨还不明显 不过部分民众不敢轻忽 山陀而为例 尤其蔬果干粮买好买满 至少有备无患 东西新闻吴孟玲 林海荣台北采访报导 当时象神台风对于汐止地区 造成的烟水高度究竟有多高呢 实际待你来看 现在已经走上了人行道 而且还要再经过一个斜坡 再来是踏上的这一区的坎 才能看到烟水高度大约是在三米高 台北汐止后德里市场 记录下三次台风淹水水位 76年领恩台风和89年象神台风 另外还有90年的纳利台风 来到居民家中拿卷尺一凉 高度落在256公分 就是当年象神台风来袭的水位高度 早点下去我们看水越来越阴越高 我们就要准备跌下去了 以我们自己够地安全 好像说为前提了 我差一点被冲走 因为我几乎要走过去的时候 都要电高 后来快被冲走的时候 刚好一步就把抱住 那个旗轮的柱子这样 民国89年象神台风狂扫台湾 台北基隆宜兰到处淹大水 造成53人死亡 26万户停水 更惨的细致 水液一层楼高 居民们有家贵不得 这回山陀儿台风也要小心 东北季风共办 气象专家证明点就在脸书上 发了两则贴文提醒 东北季风共办的威力 特别提到象神 而当年象神就是沿着台湾东部北上 跟这一回山陀儿的预估路径也很像 需不需要担心暴雨 大淹水重演 其他的气象专家给出看法 山陀儿走向如何 会不会引发共办效应 目前还是未知数 但无论如何都不可掉以轻心 东四新闻 温苑君蔡孟俊新北报道 今年第18号台风山陀儿 周六早上八点生成 到底接下来会不会剧烈影响台湾 路径怎么走会是关键 到了礼拜一的时候 它的暴风半径也会逐渐的扩大 我们预计下周一 就是后天这个时间点 它的台风暴风半径 会逐渐增强到220公里 甚至到250公里 虽然山陀儿暂时还是清台 但在它逐渐靠近台湾的过程中 还是有可能会逐渐增强涨胖 气象鼠预估它会走V型大回转路径 也就是说会沿着台湾东部外海北上 不排除它的七级暴风圈半径 250公里可能会笼罩全台 整个东半部地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甚至北部的山区也有可能会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而至于其他地区也有可能来到大雨或豪雨的情况 再看看各国路径预报 也大多都是走V型路径 不过原本预估会从南部登陆在北上的欧洲模式 最新预报再改变 目前看起来跟美国路径很相同 都不会直接登陆 只是以距离来说欧洲模式靠近台湾很多 仍然不能掉以轻心 山陀尔路径先往南掉后 气象鼠预估在下周一的时候会逐渐往北转 以目前来看下周二周三通过台湾东部外海北上的几率较高 加上环境有利于它的发展 还不排除会达到中台强度 未来若暴风圈笼罩全台 气象鼠分析尤其苗栗以北 东部的宜花东离岛放假几率就相对高 加上温度预估只会剩20度 民众得随时留意 东森新闻生活中心综合报道 修剪外形整齐堆放一把一把青葱 农民加紧脚步抢收起来 毕竟山陀尔台风逐渐往台湾靠近 就怕它带来的剧烈风雨 会淹没这些辛苦塞中的心血 光上次凯米台风的影响 宜兰的三星葱受损面积就将近五成 如今山陀尔威胁也不小 因为它是从台湾东边由南北上 专家提醒得留意共犯效应 气象专家提醒山陀尔在抵达台湾南端 往北上的时候正好东北季风有可能增强 因此预估会出现共犯效应 再加上地形的关系 届时包含北部宜兰花莲这一带 会有持续性的剧烈降雨 其实就是跟北方这条长长的云系 我们讲潮线带来的云系有关系 那这个潮线其实也会进一步的去增强 山陀尔台风它的强度 那目前会不会有所谓的共犯效应 其实在目前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因为山陀尔台风已经对我们是直接会造成冲击 以气象鼠的预报来看 因为山陀尔走得很慢很慢 就会拉长影响台湾时间 从周一开始东半部的雨势就很惊人 一整片红色的雨量 周二台风更靠近全台都被影响 届时北部宜花东南部更呈现紫暴状态 得等到周四后台风远离才会缓解 这个时间如果共犯效应又来的话 它的外围怀流就会一直跟北方的风符合进来 所以说北部的降雨 东部的降雨就会一直持续 半个台湾都呈现紫色色块 雨势非常惊人 专家提醒除了本身暴风圈带来的雨势外 也要留意到时候会不会真的跟东北季风形成共犯效应 未来两天非常关键 东山新闻生活中心综合报导 今天还会再出门吗 还会再出去吗 雨船船长在港边赶紧用绳索将船只全都绑在一起 游行山土尔台风清台 狂风暴雨将雨船摧毁 台风和一个中全部三连的车都约好 两百四五四个船长都要来绑 虽然山土尔还没进入台湾 但花莲港的渔民表示 这两天去跑船时都有明显感受到外围风浪增强 不敢再出海 本来定位的航班一天都大概还有100多个客人 船长的判断是因为外面的风浪很大 如果客人出去其实也会很不舒服 寻找金屯的状况就会变得比较困难 花莲地震加上台风肆虐导导致上金船生意不佳 好不容易有点起色 不过山土尔台风即将铺台 业者只好无奈退还费用 估计会停船到10月2号或10月3号才会是天候状况决定出航 台八线泰鲁阁之天祥段 苏花台九县重得和人路段 不堪暴雨袭击陆续中断交通 挖土机还在抢收 山陀而又清台的话 泰鲁阁地区地质若在松洞 恐怕会有风险 另外清洁队员正在加速清理花莲市区的水沟 担心水沟阻塞导致台风带来的豪雨无法及时排除 我们会有一些饮食安慰或者像这店面的厂商 他就会把他吃剩下的油或者食物往里面倒 然后就会阻塞我们的排泄水口 花莲市清洁队表示目前已经打通被油污堵住的水沟 接下来会找环保局倒厂击查 并对乱倒油污的业者开罚 清洁队员将会加紧脚步 在山陀尔台风清台之前 更早将水沟清理完毕 有备无患 东西我黄一鸣 赖文如张永永 花莲报导